第一个就是要记得我们的那个网织 接下来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实际上就是我们上课的讲义 这个讲义的话呢 我是把它分成每一个单元 每一个单元里面的每个档案 都会对应到一个相关的答案 就是程式码 所以呢比如说以我们这一题来看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是 01 文字与资料函数程式码 那打开的话其实刚刚REPD这边有对应的答案 然后像这个LEN这个也是啦 LEN我是多了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还有就是男女 刚刚这个程式 公司在这边那另外的话呢 LAPT 的部分的话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LAPT的部分在这里 比如说呢 这个人的姓 然后再加上他的 称位 OK那串起来其实就是 吴先生嘛 那当然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就是张小姐好了 可是呢我们不是说人工的方式来判断 而是希望用那个公式的方式或者用 程式的方式来判断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我先取 他的姓 他的姓怎么取 我们可以用文字里面的什么呢 LAPT 然后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在这里 先抓一个字 一个字的话就是他的姓 然后面的话就称位 可是称位的话基本上 就是要在串 特别之后 串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用END符号 END的话是串 但是他有可能是先生 有可能是小姐 有没有你不能说他先生你就串一个先生 有没有你如果是这样的打勾啦 可是问题你这样串的话向下填满 他变成 女生也变成先生 不对啊那怎么办 可能有小姐 那不可能你不能说你把它改小姐 所以他一定是二选一的 所以如果是二选一的话 那你就应该怎么样 在END这个后面 插入一个逻辑 逻辑判断 本来 公司后面如果在插 函数的话 那以前都是用这边啦 所以如果你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请你点这边 第一次用这里 第二次如果还要再加的话 那因为我需要加一个if 所以你就END if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喔 如果你点前面这个if 他会帮你加到哪里 加到这里有没有 ENDif 然后跳出这个视窗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 我的逻辑给他一下 什么逻辑 如果 这个他的性别里面喔 假如是男生的话 等于 如果是男生 那我就这边打一个男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那个 双引号 因为他是一个 文字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 过来之后 假如是男的话 那我这边就是给先生 就串切的时候就给先生 反思的话呢 那就给什么 给小姐 OK 看到没有 所以喔 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这个逻辑的话 他把这个字带到这边来 因为B 词里面是男 所以他等于True 因为两边一样 那就是把先生 带回来哪里 带回来这个地方的位置 所以END就是先生 那可是如果今天是这个 女 女的话带过来 哎有没有 他就变成Force 所以喔 如果今天按确定 向下填满 小姐 那你可以看小姐这边逻辑 这边 那如果你要看这个公式 点一下这里 再插入函数 他就会帮我把这边的这个公式 跳到这边来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 这边里面的是一个女 所以女带到这边来之后 两边有没有相等 没有嘛 Force Force的话呢 那就跳哪一个 跳下面这个 小姐 OK那这个是一个逻辑的 然后按确定 这样OK了 所以底下的话呢 就照同样的方法 向下填满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张女生就是小姐 乘 就是小姐 有没有 这样的话 很快的 也就可以把公式完整 所以喔 其实我是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前面的这个性 一个部分呢 就是后面的称位 有没有 那因为称位必须二选一 所以必须用逻辑判断 来做那个搭配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rise rise这个我想 就自己完成吧 那只是这边可能会有 比较会有问题 这里 mid mid 要从第四个字 从开始取四个字 那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用mid 这边找mid 然后呢 这个资料 从开始就第一个字 取四个字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0551的文字 但是呢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诶 不是应该是文字吗 是应该00551吗 奇怪 出来的结果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什么 诶 怎么把我的公式直接就 显示在 这个文 这个儲存格里面不对啊 我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要0551的 那为什么变这样 以后各位 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输入之后打勾 发现奇怪公式看出来的话 一定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请你在这个儲存格上方按右键 找到儲存格格式 如果说你预设格式 假如被改成文字的话 它 里面就会显示出 它的公式 所以你要怎么改回来很简单 一 请你把 儲存格式改为通用 按确定 第二步还没有啊 第二步请你在这个公式里面 在资料编辑列上面再打个勾 也就是说让这个公式 重新被执行 这样就OK了 所以向下填满 这个的话是第八个字取五个字嘛 所以向下填满改这个就好了 第八个字 取五个字 所以打个勾 这样就有了 这个的话从第三个字取两个字 所以点这边一下 从第三个字取两个字 OK 那主要大家尽量熟悉它啦 因为如果你函数熟了之后 以后就比较容易做变化 OK 那 其他的话就是 这个twin这个也可以 这个twin主要问题是出哪里就是 我们其实主要比这第3跟第4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其实这三个可以不用比啦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比中文跟英文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用twin 文字里面的那个 Trim这个 他这个主要是什么 删除文字串中多余的空格 所以呢如果我给文字 按确定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I love you 这个英文字 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英文他的 规则是 字跟字中间一定有空白 但是 中文字怎么样 哎呀 干嘛空白 所以呢如果你用twin的话 中文字就不适合 那中文字应该怎么做 其实中文字应该用另外一个 取代把空白拿掉 那空白怎么拿掉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叫substitute 这个 这substitute的话 其实按确定之后 只要给这个文字 然后old test是你要取代什么 变成什么 那你就可以 双引号空一格 后双引号 记得这里面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空白 在双引号里面 取代成什么 没有 没有的话就两个双引号 记得中间不能有空白 上面有空白 下面 下面有空白 那一生他们这个空下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 第几组 这个第几组 第几组我们是从头就不用管 全部都要 那你会按确定之后的话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这个时候呢 空白就不见了 但问题来咯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他会怎么样 如果你用substitute 那用在英文就不OK 为什么 英文的空白全部被删掉 所以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麻烦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2 这么这样 所以这边可能需要判断什么 判断如果说他里面的资料是中文的话 那我就用substitute 如果他的那个什么里面的资料是英文的话 那我就用什么 我就用那个twin就好 所以哦 假如说我要判断 这个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中文还英文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哦 这个可能 你们就可以 再 找到一个 叫call 这个call的话就内码 OK不过他相对比较 复杂一些些 其实简单讲起来 因为呢美国人在发明那个 电脑的时候 他只知道有 数字 跟 英文 还有一些符号 他根本压根不知道其他 语系 像中文 所以呢 这个call里面如果是 0 到127的话 表示呢他是英文环境里面用到那些符号 但是如果大于0到127 或小于0的话 那可能就是中文 或者是其他语系 有没有 所以哦规则的话呢只要什么 大概就是大于大于 其实这个不用判断 应该大于127 可能就中文 所以哦 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call 给资料 有没有发现 中华民国 诶4214 向下填满 有没有他是英文嘛 所以他是73 那其实我们可以有个简单的规则 什么规则 判断哦 如果 他用call 去抓这个除尘格里面资料 假如大于127的话 那应该是中文 那我们就用substitute 反之用twin 那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 延伸的一个同学问的问题 所以我 因为之前本来是用twin 可是同学说老师不对啊 那个twin回来的结果 他中文字为什么空白 所以他就说 不对啊 后来我用substitute 老师不对啊 那个英文的空白都不见了 所以最后可以再多一个用call 所以你会看到call 内码 那至于说你想要再知道更多啦 你其实可以Google一下 那个 内码的部分 他叫做ASCII 这个ASCII就是 美国人在设计那个电脑的时候 他所产生的内码 内码的位置 如果是ABCD的位置的话 我用这个 这个 如果是A的话 他的位置是在65 到90 那小写的话呢就是 97 到12 不过这个位置你们其实 不用记没办法 用查就可以 知道一下内嘛 OK 那主要关键是这个啦 ASCII 那请各位也许 试试看吧 我刚刚主要是多讲了这个 其他相关的函数 那这个做完之后也许试试看 手机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 对吧 对 顾 相关的几个 我们的 照顾 镜 儿